亞洲杯男籃資格賽中華隊迎戰紐西蘭 不過當天到場關賽的球迷 卻因為應援手版和工作人員產生爭議 不用那個好不好 你如果覺得你不滿意他 要退票給你 沒有這種事 球迷手持看板上面寫著 協不勝真 台籃加油 卻被籃協工作人員制止 更表示如果覺得不滿意 那我們就退票給你 請你離開 涉事警告球迷表示要報警 沒有這樣規定 多次被警告撤下手牌 要求離場也讓球迷相當傻眼 因為他是這次對資深的球員 也是隊長 所以就覺得我板上做他就是 就等於是中華隊的代表 那我就是為他們加油這樣子 應援隊長希望為中華隊加油 卻被要求撤掉牌子 甚至要球迷離場 不過實際查詢售票系統也清楚寫著 國際籃球總會賽事規範 不能攜帶宗教性和政治性標語 球迷也認為沒有違反任何一項規定 我覺得這次球員很勇敢 所以他們的聲音都很真誠 我相信籃協應該也比較知道了 他會拿出更多的能量 去應付所有的比賽 那手牌上面的字眼來說的話 個人是覺得沒有這麼的嚴重 球迷指出前幾年在女籃瓊斯杯 也有進行舉牌喊話籃協 當時卻沒有被阻擋 今年亞洲杯從集訓過程就爭議不斷 也呼籲藍協重視球員問題 對此藍協也回應舉辦亞洲杯資格賽要遵照 FIFA的規定 至於有沒有違規仍在了解情況當中 三星人家文王佩華台北採訪報導